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enny 來自新加坡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樣保持平靜的意識 那在我們的一二三階 我們有談到這個主題 我自己的個人的經歷 我一直都很希望 自己能夠有平靜的意識 但是在 以前還沒有上過 金剛三法的課的時候 我總是不知道 如何去做到 後來上了金剛三法的課 才知道原來 要保持自己有平靜意識 就要讓別人 也擁有平靜的意識 那如何做呢 我自己以前 有這樣的一個不好的習慣 很喜歡去批評別人 在批評別人之前呢 我就會先說 我的人很直啊 所以我會直話直說啊 然後就會去批評別人 那其實後來才知道 這樣的做法 其實讓別人的情緒 非常的不穩定 擾亂了別人的平靜意識 所以自己也不可能 擁有平靜意識 所以自己也不可能擁有平靜意識 所以後來上了課才知道 自己開始逐漸的改變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現在我就會發現 你自己當做下來做影響 或者自己感受到 自己累在 比以前平靜多了 那我希望大家也能夠 擁有一個平靜的意識 希望你能夠有機會來學習 怎樣做到 希望很快見到你喔 謝謝你